提升生命频率的八条途径 作者雪峰 每一种生命 甚至每一个生命 都有自己的生命频率 生命的核心因素是灵魂 灵魂也就是意识 所以生命频率 其实就是意识频率 了解意识频率难度大 我们借用霍金斯的意识能量等级图 来理解就能简化 宇宙中能量级别最高的 就是宇宙最伟大的创造者上帝 上帝的能量级别为一级 其次是神 神的能量级别平均而言为万级 天使先佛的能量级别为千级 人的能量级别为百级 动物的能量级别为十级 植物的能量级别为各级 我们这里所谈的能量级别 单指意识的频率而言 不涉及非生命物质的频率 导游雪峰明确地告知大家 最初级的天堂生命的能量级别 最低程度是500 也就是说 凡是进入天堂生命的最低要求标准 是能量达到500 或者说其生命的振动频率 必须达到500赫兹 要进入中级天堂序列的话 频率要达到600赫兹级以上 进入高级天堂序列 需要1000级以上 我们以初级天堂标准为标的 提升振动频率 有以下八个途径 一 心无挂碍 只有心无挂碍 振动频率才会大幅度提升 二 心无怨恨 心无怨恨就没有升华的障碍 三 心无傲恐 也就是没有傲慢和任何恐惧 四 突破生命的万有引力 即没有债务和成员 五 保持日日喜悦开心 六 乐观浪漫有趣 七 无相无为 随遇而安 随缘而化 随性而动 随机而坐 八 保持一颗敬畏心 随心所欲 不于举 只要达到以上八条 生命频率就达到了一五百级以上 就是天堂生命了 如果能做到一无所有 拥有一切的程度 生命的频率就达上千级别了 就是高级天堂序列的生命了 提升生命频率最基础的工作是心灵花园的建设 接着就是思维的升级 从物质思维 形象思维 联想思维 迷幻思维 心象思维 太极思维 无相思维 混沌思维 依次升级 最后达到无私无我无直的最高级生命境界 每个人生命的频率是完全能感受到的 只要与人接触一下或交流几句 就能基本上确定他生命频率的振动幅度值 甚至可以基本能确定他生命的发展方向 是去天国还是去地狱 是能继续成人还是会走向冻结 对于这一点 大家看看霍金斯能量图标 就可以轻易地知晓并做出判断